客家黑糖糯米糕 它的甜度適中 然後咀嚼中 它的桂圓肉的香氣 整個在你的嘴巴瀰漫出來 寶寶親松煮又來了 今天呢 寶寶是要教大家一道過年 或是平常也可以吃的 叫做客家黑糖糯米糕 今天準備了兩種東西 第一種就是我們的長糯米 第二種東西就是我們的圓糯米 就把它洗乾淨之後 要泡我們150cc的米酒 以及130cc的水 把它泡至少兩至三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不要把它濾掉哦 直接把它放進去 用原糯米它會比較黏 長糯米它會比較Q 就把它放在我們電鍋的內鍋裡面 大概是要蒸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接著呢 來看一下我們還有什麼材料呢 這叫金桔餅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桂圓肉 最好是把它稍微泡軟 桂圓肉呢 有泡過啊 會比較軟啊 沒有泡過的話 你稍微把它切一下 放在那個電鍋稍微蒸軟 待會拌的時候才好拌啊 現在呢 就多一個動作 把它放在電鍋裡面稍微蒸一下 待會拌的時候會比較好拌 就有原糯米長糯米 我們現在把它扣進去 記得一定要趁熱 冷了就拌不動了 黑糖 我們先加一半 然後這個果乾 不要省 全部加 黑糖 千萬不可以加水哦 一旦加水它就失敗了 要完全把它拌開像這樣子 裡面再加一點點的油 準備一個烤盤 裡面呢 用一個保鮮膜 現在塑形啊 你可以說薄一點 或者是寶寶絲做比較厚一點 也可以 看你要做厚 要做薄 那你現在呢 你就要趁熱的時候要讓它沉洗 這樣子就好了 待會放涼的時候 我們再來用一點點白芝麻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料放很多啦 那浮菸比較多呢 吃起來比較甜 口感比較香 這個呢 我們把它做好的時候 冬天來講是不用冰啊 大概兩天左右 做好的時候 給家人 每個人分享一下 吃甜甜 說好話 試做看看吧 那我們期待下個禮拜 不同的料理 呈現給大家 拜拜 拜拜 比較有口感吧 嗯 普通切這個 大部分都會 不應該吃啦 哦 這是算正常的現象 寶寶是也蠻喜歡吃甜的 因為 不知道耶 可能 就是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吃飽飯 或者是肚子餓 都會喜歡吃甜的 我來吃東西 吃飽飯 你吃飽飯 或者你吃飽飯